为了因应花东居民与游客的需求 台铁近几年在节日或热门时段除了加开自强号班次 也增加普悠马、泰鲁格号等车次与座位 但仍然无法解决民众一票难求的问题 台铁为了加强旅客分流现象 每周一到周四东部干县和南回县柴连自强号旧车降价3% 以台北到台东为例 原价785元的车票 下月起将便宜24元 在年底前也将取消普悠马号和泰鲁格号来回票 九折的优惠 这是希望借由优惠分散旅客量 但台东协服秘书长认为 取消优惠并非解决一票难求的根本办法 这对台东不公平 因为如果你要的话 要对台东给予优惠 普悠马还是这样的优惠 但是你其他的车次 你可以再给更低的价格 这个等于是一种补赏的方式 为什么要从这个票价的那个优惠把它取消 来换起大家去选择比较次等的那个车种 这样子这样从肥部这样下来的话 其实如果还有就是这种优惠的话 如果连这优惠都取消的话 就对学生来说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不方便 而台铁为了因应暑期的旅客量 6号开始 每周一到周四增开一班上午7点19分 从树林出发的普悠马号到台东的直达车 但这班列车的载客率却仅有4成左右 对一票难求的花东居民来说实在讽刺 而这班列车按照原先政策也将在9月1号取消直达 对于台东县市居民来说 普悠马号虽然能带来更多交通上的便利性 但台铁至今还未能有效实质解决一票难求的现状 让居民大感无奈 而中秋节将近 台铁周一公告将从严规定 未来只要三个月内有三次订票未取 将停权半年或更久 希望降低假性需求 解决载客率低的问题 记者亚摩巴扎克台北市采访报道